山刀对排湾族人而言 是男性生活中重要的配件 一位长期在北部发展的 金峰乡子弟布拉路漾 就将锻造刀和木雕结合 给予山刀另一个新生命 六月份他也将回到故乡 开办锻造以及木作的课程 希望将排湾族的刀工艺术文化 在部落延续以及记忆能够保存 精致的排湾族雕刻图文 再配上精心锻造出的刀 将一把山刀赋予新生命 这是工艺家布拉路漾的作品 六月份他也将返回故乡金峰乡 开办课程 将文化延续记忆保存 因为我在外面很久 想说怎么会到 怎么把东西打到部落来 这次我就开了一个锻造课程 就是原住民族排湾族群的 无寸分享刀的课程 还有结合锻造 还有就是做检疫的雕刻组装 我希望把这项记忆留在部落 长期在台北发展的布拉路漾 有感于木雕工艺已在部落市围 希望借由课程 能激发族人对排湾族木雕工艺的长才 也增加部落工艺家自信心 部落工艺师他比较没有什么的知心 再来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没有知心 因为他没有个行销的管道 所以他觉得他做好东西之后 迈乎出去他可能是不好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是以这种锻造 就是以这个课程 我去不说引发他们 就是带他们出来之后 让更多人知道说 其实这些工艺师的作品是好的 这次课程分为两个阶段 6月13日 14日 以锻造课程为主 6月20 21日 以及27日则是木作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男性族人 踊跃报名参加 接着杨洁 金风相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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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